在13日宣布李亚鹏离婚后,王菲动向备受外界关注。 18日下午15时,王菲离婚后首发微博谈及与李亚鹏离婚原因, 称二人婚姻不涉及第三者,也不是外界猜测的婆媳不和,属于和平分手。 随后,李亚鹏转发微博表白称, 孩儿他娘,那神梦,永远爱你。 19日中秋佳节,王菲,李亚鹏就用行动证明了两人离婚不散交情。 19日晚,王菲,李亚鹏一起带着女儿李燕来到北京某餐馆,与亲友聚餐。 当晚,王菲,李亚鹏和女儿李燕乘坐同一辆车来到餐馆用餐, 王菲全程参着女儿李燕的手。 据了解,李亚鹏还预先向餐馆点了王菲爱吃的素菜。 服务员说,一看李先生点的菜,就知道王菲要来了。 可以看出,两人却是和平分手, 正如歌中所唱,再见意识朋友。 腾讯娱乐整理报道。